战争结束43年后美国航母首次放约,当地人纷纷出动围观。 文、定胜军事 卡尔文森号今天抵达越南的线港进行4000访问,这是越南战争结束43年后美国军舰首次大规模的访阅,它全长330多里,标准排水量10万吨,航速为30节,续航力为80至100万海里。 大量越南线港市民聚集在沈福桥和松岛半岛,期望一睹卡尔文森号的风采。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正慢慢地驶入越南的线港,访问期间它还进行各种物质的补充。 虽然越南最近的天气十分炎热,但仍然无法阻止人们的兴奋,纷纷出动围观。 美国卡尔文森号在线港外观停泊,为岸上交流做准备。 卡尔文森号航母护航的提倡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CG-57,张伯伦胡号,它长173米,能够以32.5节的最大速度航行。 越南代表团乘坐运输艇正前往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,访问期间美国海军乐队将为当地人、游客进行表演。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CG-57,张伯伦胡号在拖船的牵引下慢慢地进入港口。 远望卡尔文森号航母,它参加了1996年沙漠风暴行动和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,本拉登的尸体就是从它上面被抛入大海。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CG-57,张伯伦胡号上面悬挂着越南国旗。 在香港访问期间,美国海军官兵将与越南海军进行交流。